欢迎回来 武汉肺炎疫情情势更加恶化 多国都受到影响 欧洲央行总裁更罕见警告 全球恐爆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台湾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周四指出 今年全球的各式黑天鹅 就以武汉肺炎疫情最为严重 观察看来 第二季的六月底将会是关键 武汉肺炎进入全球大流行 台湾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立法院业务报告 不会言疫情冲击是最大黑天鹅 第一季恐怕没有办法结束 可能是会在上半年都会受到冲击 不只是说是对经济造成影响 而且它也对金融造成很大的影响 美国联准会3月3号意外降息 澳洲同一天跟进降一马 加拿大英国冰岛先后宣布 紧急降两马基准利率 市场风雨越来 台湾又该如何因应 我们会充分讨论 如何来因应这一次整个全球 它的费市还有就是股市 还有金融市场的一个波动 我们会做充分 那你认为下个礼拜的央行的 你监视会有没有可能降息 这个我跟委员容许 我就说在这个时候 在保留 在保留 升息维持不变或是降息 都有这种可能 都有可能就对了 澳洲央行总裁拉加德罕见警告 武汉肺炎疫情恐怕引发类似 2008年的金融海啸 将金融认为相较过去影响 虽然比较不严重 不至于出现金融风暴 在六月底疫情能否直稳 将是关键分界点 台股周五一度暴跌超过500点 新台币汇率重扁5.5分 最低来到30.15对1美元 今年台湾GDP恐怕面临进一步下修 如何维持外汇稳定金融秩序 成为重中之重 新台电视曾一豪 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